据狗仔爆料,刘浩然跟周冬雨恋爱时间不短,狗仔也早已知道,这次算是拍到了相关画面,跨度时间有一年多。 根据狗仔放出的画面,去年8月,狗仔拍到刘浩然晚上10点,拿着周冬雨小区的门金卡直接进去了,凌晨12点多离开。 今年9月1日,狗仔再次拍到刘浩然跟周冬雨现身和朋友们聚会,此后周冬雨坐车直接回了刘浩然家。 之后刘浩然聚精霸和小兄弟聚会,途中接了个电话就回家了。 狗仔猜应该是周冬雨催人了,直接吐槽刘浩然机管员,两人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出来。 接着到了21日,也就是近期,两人再次一起打网球,打完球两人回到刘浩然家的小区,俨然恋爱的状态。 不过两人也很谨慎,先是周冬雨坐着保姆车回了刘浩然小区,接着刘浩然骑车单独回小区。 四季也很有经验,每次放下周冬雨之后就去车离开,看来也是很有经验了。 本来近男美女合作就很容易擦出火花,而且两个人如果单身的话,谈恋爱也没有什么,而且网友还十分看好和祝福。 所以明星恋爱的话就罢大方方回应吧,没有就辟谣。 再见 明星期见